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晚安,你看到的事,應該香港時間八點半左右 今天是落晚地燈獄,77周年 但美國做了一件事 我想對台灣來說,也有落晚地燈獄的意義 美國的軍機第一次降落台北重山機場 理由是三個參議員要訪問台灣 其實帶了一個口訊 我猜他帶了少量疫苗,沒有帶了75萬劑疫苗 我猜他帶了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 一些準備捐贈的樣本 因為台灣的項目要 之前兩個禮拜或三個禮拜 將那些疫苗樣本交給台灣驗 那應該是用來做一些準備工作 通常都是這樣的,Mondera也是這樣 Mondera的疫苗來之前 他都找人暗中速遞了一批 過來給台灣政府驗了才過關 一般都有這樣做 台灣的程序嚴很多 台灣每一個都有風調 做得很好 台灣那些 免得你老公若讀 那他們三個來的目的就很簡單 就是宣佈美國會捐贈75萬劑的疫苗 我猜BioNTech就留給德國政府自己 看看如何捐贈台灣 我想德國政府也遲了要做這件事 但至少 這次不是運疫苗主要的目的 我可以跟你說 這次的目的只有一個 這次的目的其實是告訴中國 你夠膽去打台灣 美國就會出來打貶你 因為你記得 有一個台家叫馬英九 我經常覺得應該要逮捕他 或者將他驅逐回中國 享受什麼總統待遇 叫他糟糕 他經常說什麼首戰即衝戰 又說美國是不會幫台灣的 這次告訴他 美國不單止會派軍隊來幫台灣 而且 美國和台灣軍方之間的交流 已經完成了 台灣裏面的那些台奸 台軍裏面應該都稱得七七八八 應該至少就是 你要進行一些軍事行動 我猜那些台奸 我都知道要軍方裏面 並不容易 我為何會作出這樣的判斷呢 這次台灣 美國派軍機過去 由南韓過去台灣 我猜其實是一個測試 即是一個開放測試 順便給國會議員看 因為你知道那幾個國會議員都很明顯 我懷疑他們是直接看到那個行動 其中其中有一位 即是伊州那位 即是伊州那位 就直接是 開過戰鬥迪星機 所以一定知道什麼事 老實說 全部都做過軍人 那些 在那架飛機 起飛無奈 由南韓 就已經認識了 ADS-B的訊號 即是無論是衛星版本 還是 一般我們 地面收的版本 都看不到 你看Freder24 就知道 Freder24 其實是把ADS-B的訊號接收 然後分享給全大家 即是可以選擇 你自己家製造一個ADS-B的接收器 都可以 大家一起分享就可以 其實 我想過玩這件事 因為它會給你Freder 上號一些待遇 因為你提供資訊給它 那我就訂Freder24的 銀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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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看到 究竟 除了 我們一般在網頁上看到 那些 地面板的資訊之外 衛星版本也看到 有時候就是 它可能 地面的版本 你看不到 但是它衛星版仍然起到 但是它連衛星版也關掉 它關掉了 但是我猜它就只有 一個空洞控制 通訊 跟這個 台北控制塔 是這麼多的 那我懷疑就是 台北控制塔 其實它 因為我看到它 美軍的軍機來之前 台北控制塔 附近一大領空 全部清晰了 基本上 重生機這場機都沒有 基本上沒有 沒有任何ADBS AD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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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號的 東西出現 我相信 其實這個是 實施的 就是 美國和台灣 封鎖了 Data Link 的利益 就是 我有一架軍機 要來台灣 怎樣可以不讓 中國在一些 我們稱為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看到的情況之下 完成整個動作 甚至是 連 隔離 其他 例如台灣的航班 那些都看不到 所以為何要故意在 5點到7點這個時間 因為5點到7點這個時間 台灣 那個空域 即是台灣 南韓這一大的空域 那個 那班機是最少的 最主要是貨機 主要是Cargo 因為 就算香港的飛機過去 香港是起飛的 我最煩惱是香港 香港、日本 或者香港南韓線 那一段 最早8點起飛 那就變成有足夠的時間 去測試 至少第一段過來的 至少可以這樣做 當然10點多那一節 你已經下來了 你可以選擇 不做這步也可以 不做這個 反正我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了 中共阻止不了 我已經寄成事實 他不需要去鼓勵 要懂得訊號 但問題是 至少南韓去台灣這一段 一定是要做 但他知道什麼時間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機 他大致是這樣做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軍事演習 軍事演習最主要是 顯示就是台灣和美國的空軍 有Data Link的聯繫 我相信其實 他雖然說只是 降落只有一架C-17 運輸機 戰隊運輸機 之前有承傳說 有C-12的有跟 最後沒有見C-12的降落 但我相信 半駐飛不是C-12 是戰鬥機 我相信是台灣 和美國都有派戰鬥機過去 去護航 在沖繩那段 就是美國護航 然後在台北那段 就是台灣 進入台灣 Information Region 就有台灣護航 台灣的戰機 我相信其實雙方的Data Link已經做得很好 譬如說 護航的Handover 美國和台灣戰機之間的交易 不需要經過一些 可以用一些無線電 無線電發燒友可以收到的民用Rate 的頻道收到 因為你知道 航空運輸機控制的交易 不是優移的 很好說 你要聽到 總會聽到 即是有些 航空發燒友 是整部很貴的 那些接收器 去聽這些 當然你不能插腳 去說放下 但這個就不行 這個犯法 即是在飛機緊急頻道 即是在飛機緊急 因為你隨時都要收到 你收到就要隨即進入 即是你有責任 玩無線電有些責任 這個 以前我記得 我現在就不是太記得那些東西 以前我學過無線電的那些東西 但是 你現在就是中共 民用的 空運輸機控制的 交易 都應該是接不到的 不知我隔壁是甚麼 不知道 他們應該不知道 直接斷掉了 你想想 你是軍機 如果你不是 他跟台灣 有百分百的信心 一定做不到這件事 你可以看到 美國 南韓台灣 日本 幾個派對之間的 空中 合作 這是一個空中合作的示範 即是 這個不單止是軍機下來的 那麼簡單 其實是非常多 所以你說 為什麼《環球時報》說 如果 美國軍機 降落台灣 他就會想打 我猜 這個就很勉強 一些軍事無知的人 亂寫的結果 你能打到嗎? 因為美國就是 我軍機降落給你看 我 我 誰知道 整件事 我告訴你 我軍機降落了 你完全 在民間的 空中的控制 你完全 一些腳毛都找不到 他去到這個地步 我完全就是 台灣軍方 和美國軍方 完全 無縫 對 無縫見 即是 台灣 南韓 日本 美國的軍方 全部的 communication network 全部通了 我可以確保一架軍機 我再三個這麼大顆的人馬 我都沒有問題 喂 如果是這樣 都沒有問題 但我要 你中國打到來 那四個分足就是 台灣空軍 已經第一時間 將它 現場接戰的 Data Connect Data 收到的參數 折到的 已經用Data Link 送到美國 還需學那邊 還需學那邊 已經可以作出命令 然後 要第七艦隊配合 事實上 台灣東岸 是有烈根號 在那裏 分了隨著烈根號 去 去 要是說 烈根號 是護航 不止 它是指揮那件事 航空母艦 有很多用途 航空母艦 有人說是 海上空軍基地 其中一個 可能的用途 就是接Data Link 然後 航空母艦 然後 搜集附近的 數據 譬如有潛在中國威脅 它可以立即找戰機 對 在附近 警告 也好 什麼都可以 這一次是一次很重要 所以我為什麼說 今天 就是這樣 當然我穿那件 就是這樣 原本是澳洲和 維尼的關係不好 所以才 這是一個代鼠 代鼠和維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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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什麼 就是澳洲和中國 是不是 也對的 澳洲工黨都說要抗中 是不是 你說代鼠和維尼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 現在變成這樣一個款 我猜他今天 看著習近平 只是看這個款 你怎麼搞的 問題就是 現在 這是一個軍事演習 誰知道訪問這麼簡單 是軍事演習 如果這個是軍事演習 測試所有資料都沒有問題的話 在中國 你多入幾次台灣防控式列區 台灣軍隊 我搜集了你共軍的參數 我都拿了 傳給美國資料 美國什麼時候都可以分析你做什麼 你就糟糕了 你和別人打仗 你打一條毛嗎 這件事情 我覺得中共還不知道自己餓了 這次是一個 Data Link的測試 是一個軍事Data Link的測試 是很成功的 很滑 時間都很準 當然台灣有些軍事分析 我去講 就是 美國在那個 氣象分析 氣候分析 氣象分析 都是很厲害的 剛剛 因為是台灣在說大雨 大家都知道 在雷雨之間 那個時 那個 那個 七點 到十點 時間是剛剛好的 十點 非洲沒有 天氣已經有變化了 就是 它是一個最適合的 運輸機 進入巡山機場 即是 雷間企 你想想 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知道 美國的全方位的軍事能力去到什麼 所以你看到中國 那 說牛市保 那時候還很厚 說美軍 蔡英文應該清理了台間 應該 因為這樣 疫苗也是來的 全部那些有支出 就是好像是 你這樣想 是民進黨裡面 有些人戴口 民進黨 昨晚九點幾的時候 有人說 喂 好像有些厲害 有些厲害 大家猜是疫苗 我做節目的時候 我也有說過 大家是猜的 大致是猜的 但是問題就是 就沒有 沒有想過 真是這麼厲害的 沒有這麼厲害的 但是你看到 整個台灣那個 無論是軍事 情報保密 那些 是非常成功的 基本上滴水不游 你打 我告訴你 如果我是解放軍 我再不再入台灣的領空滋擾成問題 你每一次 你每一次只要領空 然後怎樣呢 台灣戰機上來 好像是燒他 但是現在發現 不妥 喂 台灣軍隊 全部有直接 Data Link 到美國 其實他是美國戰機 台灣戰機 他就當他是美國戰機 你給美國戰機 全部拿去參數 你記住 怎樣呢 那條Data Link 開不開 是Depend 美國的決定 其實 這是不約武器 其實是北約武器 台灣是用北約武器 無論是經過 幻影 還是F5 那些 那些 那些電戰工人 就不太好 但如果是F16 老實說 F16一定是 一定是台灣 台灣一定是跟美國 接通了所有現有的系統 你怎樣打 所以美國軍機 降落同山機場 這件事 我看的觀點 是一個軍事觀點 75萬支疫苗 代表美國對台灣民主支持 這個不用說 這些事情 不需要重複 也有重複 最重要的是 美國 不單止 有心去保衛台灣 而且有能力 有情報能力 有調配資源能力 去支援台灣 你想想 如果真的 中國打到來 只要制空權仍然存在 只要制空權沒有損失 美國可以控制到那個影響 美國可以隨時 Depoint 運輸機Depoint 最精英的軍人進入 進入台北 市中心 你怎樣打台灣 對不對 我記得幾年前 還有人說要拆了同山機場 我現在就不贊成拆了同山機場 同山機場仍然很重要 但是同山機場的作用就是 讓美軍運輸機 隨時有什麼事起的 隨時進入台北 你已經直接進入台北市中心 直接在當地就地支援 或者美軍可以 三至一個小時之外 派出第一隊部隊進入台北市中心 你怎樣打 你想清楚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是有很多數 你想想 我一個C17 我可以隨時 三至六個小時 你中共什麼差都不知道 什麼事都不知道 你完全怎樣 他來了 整班人在重山機場 你可能在重山機場 你一入台北 大哥 就算我讓你登陸成功 我就算讓你登陸成功 你一個人一上去重山機場 你看到一千多二千美軍招呼你 你怎樣打 你還要怎樣 隨時就是 你已經被美軍殲滅了 然後你一慘敗的時候 有這麼多人在台灣 就算登陸成功 在台灣受這麼大死傷的時候 你想想你中共政權不暗台 但是都是一胎政策的那些獨身子 你不暗台 你想想 他們今天是第六月號 這個大軍王行動 七十週年 這個日子做這個行動 我告訴你 其實美國就是告訴中國 我們什麼時候都不怕 七十七年前我們做過的事情 我們七十七年後一樣會做 你回去早休息吧 你真的怎樣 就算 你拿到台灣 我們也有辦法重生我回去 我們有這個決心 有這個意志 你怎樣撐 我想問 你經常說 那些武統的那些友台 真的怎樣 講就空狠 做到真的 有人分析說 就是台灣 就是中國會 在國際社會上更大 去打壓台灣 當然 你甚至他現在繼續 找國民黨 國民黨真的會說 要追到旅遊車抗議 我經常說 蔡英文太好人 給他拘捕他們 這是台奸來的 不用說 你這一次 你看到 美國絕對會保衛台灣 而且他有這個能力 不是純粹得過港 他已經做好所有的準備 懂得看軍事的人 一看就知道 Data Ring 搞定了 Data Ring 全部通了 你通了Data Ring 這個是一個護航作戰 有多少台灣戰機 有多少美國戰機 上來的 我這樣之後才知道 就是這個 人家已經做了工科 人家已經做了 人家已經有了整套計劃 你打吧 我覺得 中國是 要接受現實的 中國人 你要 所謂的國家統一 你要長遠國家統一 第一 要民主化 第二 國家統一只有一個前提 你要承認唐一獨立 先有毒害可人談統 如果你想 矮化台灣 而意圖 去統一 Sorry 你最後只會得到 真正的永久獨立 你這些人不懂戰略 也不懂軍事 你更加不懂政治 不差都不懂 只會做戰狼 你就說要可愛 你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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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 你習近平扮好 很簡單的 你叫習近平 當送我這個杯出來喝一次水 我說他很厲害 他做不做到 他做到先期 對不對 這個杯會長期 出現在我的桌子前 我告訴你 我一定會長期的 而言上我 你習近平玩得這麼過癮 今晚第一節 很快就說完這個題目 第二節就是 香港時間 大概晚上10點半